从结婚当天就开始挨打 徐姓夫人忍无可忍 杀死了整片人 自首的时候 手臂上都还留有伤痕 两手的手臂还有手腕 到处都是愚亲 全是丈夫施暴的痕迹 被打了五年 因为处境堪怜 实在很让人同情 所以杀人罪被侵判了两年半 我弟弟也是罪有应得的啦 我也原谅我的弟弟 希望他赶快回来 照顾两个小孩子 任人说到这名徐姓夫人 都于心不忍 五年多前 不顾家人反对和丈夫结婚 生了两个孩子 但婚后却是噩梦的开始 丈夫久后时常对他拳打脚踢 还用榔头椅子捅殴 为了小孩 徐姓夫人一忍再忍 直到今年一月 情绪终于爆发 趁其在鸡汤泡面 药酒里头下药 等丈夫熟睡之后 拿棉被盖头 闷死他 闷死丈夫之后 徐姓夫人坐在遗体边 哭到天亮才报警自首 夫家和娘家的亲友 没有怪他 反而还当庭帮徐姓夫人求情 一段暴力婚姓 让徐姓夫人苦不堪言 法官法外开恩 轻判两年六个月 希望他出狱之后 尽快接手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金神梦辉 张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